人愛堂流氧化富裕小學 二樓裏有一個小小的種植角 種植角擺放了很多不同品種的植物 包括比利時杜鵑、莫里花、龍尾船花、辣椒仔、番茄仔等等 接下來學校將會優化二樓平台 打造樓小科的林莊 推行社區愛生分享計劃 透過打造樓小科技農莊 希望讓學生能夠認識現代化的農業科技 掌握魚菜共生、水耕及土耕種植的運作 配合學校的STEM活動發展 培養學生的責任感和珍惜資源的概念 除此之外 亦都計劃藉著一系列的社區推廣活動 與區內幼稚園合作 推廣科技種植 相信各位都很好奇 樓小科技農莊將會舉辦什麼活動 首先 學校將會聘請專業人士 舉辦水耕及魚菜共生工作方 教授學生相關的種植技巧 第二 學校將會成立種植小組 讓學生分兩組 分別是水耕組及土耕組 處理農務工作 觀察並記錄農作物不同的生長階段 配合科技種植的儀器 適時去配合環境的主變 作出調整方案 最後每組完成一份耕作報告 第三 學校常識科老師將會訓練一隊種植義工隊 義工隊的學生主要是負責介紹 樓小科技農莊及處理社區推廣計劃事宜 在社區推廣計劃之中 義工隊的學生將會教導幼稚園學生簡單的種植方法 吸引了他們照顧植物 第四 社區推廣計劃 學校將會邀請區內幼稚園學生 到學校參與種植活動的工作坊 完成了工作坊之後 幼稚園學生可以在本校的科技種植園區 種植一注時令蔬菜 幼稚園學生可以透過本校的網頁 種植監察系統 觀察植物的成長 最後,學校將會舉行成果分享會 邀請家長、同學及區內友好學校的同工 一起分享學習成果 推廣科技種植